那这个看起来啊 这个三人估计很简单吧 咱们在之前啊 讲那个先一回归的时候 也说到了这个先 也说到了这个三人估计 咱们也是用啊 这样一个三人估计 进行一个求解的 那现在呢 咱们的问题啊 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们把问题 还要进行一个升级 假如说啊 咱们现在还是这一百个人 这一百个人啊 咱们之前说来啊 里边可能是一百个男生的 一个升高的分布 那现在我说 这一百个人当中啊 不光它是有一个男生的 还是有一个女生的 也就是说 现在呢 我的一个整体样本当中啊 它多了一个变量啊 多了一个就是 多了一个属性吧 叫做一个性别 性别当中啊 有男生又有女生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有两个类别了 那对于男生来说啊 他有一个mul1啊 sigma1 比如说表示他的一个参数 那女生呢 有mul2 sigma2 也就是说 现在我有两种参数的一个分布了 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相当于什么啊 相当于在正常的之前 咱们什么啊 一个男生的一个分布嘛 比如说这样一种高次分布 然后呢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女生的一个高次分布 这两个高次分布啊 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这一百个样本 比如说 我现在抽出来出来了一个 还是啊 抽出来 咱们一百个人身高嘛 那抽出来一个一百个人身高 比如说这个x1 我只能得到他的一个值啊 比如说他是一米七 x2 他是一个一米八 那这里我知道这个x1 他是一个男生 还是一个女生吗 x2 他是一个男生 还是一个女生吗 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吧 我多了一个东西啊 他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性别 可能有概率值 他属于这样的一个男生的概率 可能是一个0.7 属于女生的概率 可能是一个0.3 然后一米八的时候 男生概率0.1 男生概率可能是一个0.9 女生的概率可能是一个0.1 这样一个值 也就是说 现在啊 我的一个男生和女生 比如说我让他都服从一个高次分部 但是呢 他们的参数啊 是不同的啊 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均值 还有方差 那用一句数学语言来描述 就是我们抽取到的一个 抽取到的每一个样本 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个分部抽取的 那现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然要进行一个求解 也就是说 依然要求一下男生和女生 对应于他的一个分部的一个参数 分别是多少 那现在啊 这个问题看起来就稍微有些难了 因为以一个样本来说啊 我当我知道他是男生的时候 我可以求这样的一个分部 那现在多了一个性别来说 两个类别 两种参数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 这个就是我们EM算法当中啊 又引入的新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啊 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那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当中啊 经常啊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变量 这些变量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隐含条件 比如说 它包括了一些性别属性 或者说不光包括一个性别属性 还可以包括很多个属性 这些属性啊 不光啊 不一定 分别是 非得是一个二分类的 可以是一个多分类的 咱们有多种参数 在这些啊 多分类的影变量的前提下 我们该怎么样估计 这种各种的一个参数呢 这个就是EM算法要求解的一个目标了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我多了什么东西啊 相当于我多了一个影变量嘛 那这个影变量啊 比如说我用一个大Z来进行一个表示 大Z等于0表示着啊 比如说它是等于这个男生啊 就是大Z等于0表示着我这个样本来自于男生那个分布 大Z等于1呢 表示着我这个样本来自于女生那个分布 那其实啊 我这个大Z是什么啊 我们可以认为啊 它是一个影变量 影变量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通过啊 这个数学的公式啊 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有一个最大三人函数 最大三人函数啊 咱们看 左边这个式子啊 跟我之前写的 之前的一个写法是一模一样的吧 没有发生啊 任何的一个变化 然后右边呢 我们来看啊 就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一个X跟C的一个关系就可以了吧 但是现在呢 现在就不行了吧 我们引住了一个影变量是Z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对于每一个样本 比如说这个X1 我对于它来了之后 我就必须得考虑它Z等于0的情况 以及Z等于1的情况了 也就是说 要看一下它是男生和它是女生分别的一种情况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啊 咱们一共有两种情况吧 所以说我要把Z两种情况给它都考虑进来 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 对这里就是对Z进行了一个求和 什么意思啊 算了一下 比如说啊 有Z1的 有这个Z等于0的情况 还有Z等于1的一个情况 要把Z两种情况都考虑进来 那不就是一个求和吗 比如说Z等于0 它是0.9 那Z等于1 它就是0.1嘛 要把这样一个求和啊 要把这样一个两种可能性都考虑进来 然后呢两种可能性求和加起来还是等于1的吧 也就是说啊 把右边的柿子又进行了一个展开 展开里边啊 咱们就引入了咱们的一个影片量的Z 在影片量的Z当中 要考虑Z的所有的可能性 每种可能性都考虑到男生的一个分布 女生的一个分布 把它呀都综合的考虑进来 那现在我要求解的目标什么 求解咱们该怎么样进行求解啊 这个里边咱们来看啊 就是我LOG里边加了什么 就加了一个累加盒啊 又加了这样一个式子啊 使得我进行一个求解又难了 这种情况下 咱们直接求偏导就可以了吧 但是呢 咱们这个式子啊 稍微啊 直接求解有些困难 咱们怎么求啊 咱按照一种普遍的一种方式啊 咱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迭代 进行一个求解的 然后呢 下面啊 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EM算法啊 咱们先 咱们先不去证明 为什么能这么做 咱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整体流程啊 是怎么样进行 它的一个迭代的 从数学上来说啊 可能稍微有些复杂 但是呢 从它的一个实际的迭代方法来说啊 它还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来看一下